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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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得不说 家里凉快了 整个人的心情也好了 今夏和陆毅的生活也和谐了好多 团建活动 夏季到了 公司一年一度的旅游烧烤时间又到了 今夏代表技术部提出这一次不想去陆家别墅 要和其他部门一起找个山庄一起参加活动 既然是单位的团建活动 总是搞特殊化 毕竟不太好 陆婷接受了今夏的提议 觉得今夏考虑得比较周全 之所以她会喜欢设计部人员一起烧烤聚餐 除了自身对设计部门的喜欢外 另一个原因便是杨成万 她也希望借这个机会能和好友聊聊天 一起野吹 寻找当年一起奋斗的时光 可是 今年杨成万不在 陆婷的性质也不是很高 便应允了今夏的要求 不得不说 今夏这一提议 得到了设计部人员的认可 终于可以和大家一起无拘无束的旅游了 陆毅对今年的团建活动比较重视 今年公司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增加了新的产品 新的项目 公司的利润也起起伏伏 最近这一个月方才有多好转 公司内部人心惶惶 陆毅打算好好策划一下团建活动 让企业员工知道 陆氏集团依旧重视制造业发展这一业务 提高下员工的凝聚力和忠诚度 陆毅再一次地咨询了今夏的意见 他觉得今夏能够给他真实的意见 毕竟今夏在底层工作过好多年 对底层员工的心理需求还是应该更了解一些的 你对今年的旅游有什么好的看法 陆毅问道 我能实话实说吗 今夏笑呵呵地问道 你说呢 陆毅瞪了今夏一眼 他就是想要听实话才会问今夏 我个人觉得旅游既然是公司给员工的福利 那倒不如直接将旅游的钱 以红包的方式下发到员工手中 今夏将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 他想他的想法也是很多员工的想法 怎么满脑袋里面只有钱 陆毅忍不住斥责 本来就是 我相信很多员工也和我想法一样 今夏自信地道 你的想法很多公司都懂 那你知道为何各大企业 依旧还是要举行员工旅游的活动吗 陆毅问道 企业团建吗 宣传呗 想让更多人知道企业的好处呗 今夏道 你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是的 好的企业团建活动 能够让更多人知道企业 然而真正的宣传 却不是依靠企业团建 而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旅行 为何各大企业 都要花费大量的财力 人力举行团建活动呢 其一 能够增强员工之间的感情 提高团队的凝聚力 其二 能够体现出 企业的劳逸结合的文化建设 其三 通过企业活动 能够让领导更加了解 一个员工的潜能和个人魅力 你以为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企业活动 但是对领导而言 确实不然 陆毅说完后 惊吓不禁摇了摇头 折折了两声 感慨道 果然这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这本就是自然法则 说说吧 你对企业团建有什么看法 陆毅问道 惊吓想了想 道 站在员工的角度 你若想团建活动 得到大家的认可 那么你就要从员工的利益出发 第一 不能占用员工的私人时间 哪怕是给员工福利也不行 每个员工除了事业还要有家庭 他们的私人时间需要留给家庭的 第二 活动要得到大家的认可 不能领导觉得好就好 要员工觉得好才好 这次团建你有什么好的想法 陆毅问道 可以增加些体育比赛项目 当然重点是奖品 鼓励大家积极参与 体育比赛结束后 在一起旅游野炊了 大家对野炊还是很喜欢的 金夏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你鬼点子挺多的吗 陆毅看着金夏道 那当然 谁让我是劳苦大众呢 我帮你出主意 你是不是要给我点奖励啊 面对表扬 金夏笑嘻嘻地道 你想要什么 陆毅问道 金夏眼珠转了转 我想去吃超级大杯的冰淇淋 你就这点需求呀 陆毅无奈 还以为会是什么样的要求呢 走了走了 陪我去吃冰淇淋 那一大杯 我自己吃不完 你必须要陪我吃 不能浪费 金夏拉着陆毅 往外走 我能不能不吃 不能 必须吃 你比我来呢 我吃 你咱们 就吃 你咱们 咱们 你咱们 你哨 你咱们 我吃 你咱们